墙体斑驳,灯影闪烁,屋外暴雨惊雷,屋内封闭压抑,可就是这样一个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的鬼地方,来了七个不速之客。 记者李正,教师肖乃恩,律师马瑞,兽医韩木山,公关莉莉,司机杨猛,无业人员安息。 莫名其妙被困在这里的七个人显然并不怎么镇定,他们互相存着很强的戒备心,毕竟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,除了自己相信不了任何人。 他们试图寻找出口,可这里大门紧锁,窗帘悬崖,周遭还安着许多摄像头,看来他们是被人故意关在这儿的。 在一间鸡勒灰的办公室里,他们发现了七套医院的约束医,显然是为他们准备的,既然有人把他们关在了一起,那他们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。 为了找寻他们身上的共同点,在自我介绍过后都讲述了他们来这之前做了最后一件事。 马律师说他刚打赢了一场官司,因为过于兴奋,哮喘并发作婚了过去。 女公官说他洗完澡后不小心被困在浴室,一样化碳中毒昏迷。 李记者是在工地摄影时意外发生爆炸被炸昏的。 萧老师则是在教室上课的时候被掉下来的黑板砸昏的。 韩医生准备下班给女儿过生日,因电梯突发故障急速下坠,被吓昏了。 杨思熙在开车的时候为捡手机发生了车祸被撞昏。 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都是在发生了意外昏厥后才来到了这个地方,除了安息。 他对自己来这之前的经历一无所知。 天亮后他们通过玻璃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发现这里竟是一座精神病院。 到了饭点的时候,有人通过一个小口子给他们递进来一盒饭跟一份药。 李记者认为,院方只给他们七个人一份饭,是想看到他们为了抢食打起来最好还能像狗一样,为了一口吃的对他们摇尾起怜。 所以他们绝不能屈服,不仅不能吃药,而且集体绝食。 以此证明他们是正常人。 这个方法得到了马律师的认可,因为院方一定承担不起把他们都饿死的责任。 但韩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忧虑,如果不按时吃药,院方会采取电击手段对付他们。 果不其然,他话阴刚落外面就冲进了一群人,将他们带到了我面前。 是的,你没听错,我是他们的主治医生,也是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。 他们一直试图通过一些行为,向我证明他们是正常人。 不是玩识别词语做动作的游戏,就是讲述和自己职业相关的事情。 可这样的他们在我看来,更疯了。 精神病人本来就不会承认自己有病,既然如此,我只能对他们进行电击。 哦,安息除外,因为他是这些人里面唯一一个承认自己是疯子的,因为他选择了吃下那些药,所以被视为团队中的背叛者。 他们认为,谁吃药,谁就是疯子。 疯子就该待在疯子待的地方,于是,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牢。 眼见绝食抗议无效后,他们试图根据精神病人没有逻辑思维,无法进行集体活动的特点,不是用大合唱,就是用跳群舞来证明他们是正常人。 依旧无效后,他们又想通过装作打架斗殴来引起我的注意。 他们起初的演技还很虚假浮夸,但打着打着就假戏真做了。 李记者差点掐死了肖老师,索性被杨斯基出手阻止。 李记者这样情绪失控被大家视为真正的疯子,于是代替安息进了监牢。 原先的集体带队人进去了,杨斯基就成为了新的一间领袖。 他提出了和李记者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,就是结束绝食抗议的行为,该吃饭吃饭,药就留给被关在监牢里的李记者吃,不吃就打到他咽下去为止。 他暴虐的手段震慑住了其他人,别人越怕他,他就越猖狂,甚至对女公官起了色心。 面对他的胁迫,大家敢怒不敢言,看样子,他对这里的生活是越来越满意了。 毕竟他在外面只是一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,在这里,他却能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霸主。 被韩医生一语道破了他,恼羞成怒,开始揍人,还要当众羞辱女公官。 最后被跑出来的李记者打晕,关进了监牢。 以马律师、萧老师和韩医生三人为主的知识分子团,一律认为,他们应该积极接受院方的治疗,乖乖穿上约束衣,按时吃药,友好相处。 意图让院方认为他们经过治疗,以大友好转,成功康复,然后就会安排他们出院。 就在这时从监牢里闯出来的杨四季,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,在放低姿态,赔礼道歉后,还是少不了明晃晃的威胁。 说自己什么都可以听他们的,但如果出去的时候不带着他,那谁都别想走了。 为了证明他们是即将痊愈的病人,他们连药都抢着吃,手舞足蹈的自删耳光。 大家癫狂的行为刺激到了安息,他一面喊着不要再打了,一面也开始删起自己的耳光,将那些药生搅了下去。 比起其他人装疯卖傻的行径,他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,生生把他们惊呆了。 观察到这里,我开始进行下一步计划。 我跟他们通话,告诉他们,七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疯子,只要找到这个人,其他人就能离开。 知识分子三人团一致认为安息就是那个疯子,因为只有他没工作也没记忆,在七个人当中他罪格格不入。 但剩下三人却持了反对意见,认为大家是一块进来的,就得一块出去。 可三人团自诩他们代表院方,代表正常人,反对他们的就是疯子。 这一下激怒了脾气火爆的杨四季,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,正当他们混战得如火如荼的时候,我将大门打开,他们兴奋地跑了出去,只留下了安息一人。 我出现在他面前,并把他带回了他们七人初见的时候。 除了他,其他人还处于互不认识的状态,安息却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。 这样一来,他自然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。 在他被他们齐声逼问的时候,我出场了,也该是我向他们解释一切的时候了。 在我的引导下,他们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伤都是假的。 韩医生总是在给女儿过六岁的生日,对女儿四岁五岁的生日却毫无印象。 肖老师总是在上同一堂课,记不起自己教的是哪个班级,也记不起自己家在哪。 马律师不了解自己擅长的案件类型,也记不起自己当事人的模样,甚至性别。 女工官靠肉体交易,签了一份又一份合同, 却根本记不起合同里的内容。 杨斯基永远在堵车,堵车的原因永远是发生了车祸。 他一直在重复行驶同一条路,经历同一件事。 李记者自称是先驱视频网的记者,可先驱视频网根本不存在,他也根本不是记者。 他们六个人的职业身份和生活经历通通是假的, 他们永远在同一个地方为同样的事情发生争执,互相伤害。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,而是存在于安息身体里的人格, 囚禁着他们的精神病院其实是安息脑内的事件。 他因为渴望父爱,所以会幻想出给他过生日买礼物的韩医生。 因为讨厌老师,所以会幻想出脾气温和耐心讲理的萧老师。 因为总是遭受质疑,所以会幻想出替他辩护,保护他的马律师。 因为渴望友情,渴望变美,所以会幻想出将他打扮,陪他逛街的女公关。 因为渴望拥有爱情,所以会幻想出富有正义感,让他极为崇拜,也极为爱慕的李记者。 因为渴望拥有潇洒肆意的人生,所以幻想出桀骜不驯,叫他勇敢的杨四季。 安息是个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的病人,也是我真正且唯一的病人。 我让他开枪杀死其他六个富人格,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痊愈,变回正常人。 但安息无法接受,因为他已经把其他人格当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朋友,他宁可自杀,也不愿意伤害他们。 其他人格此时也想起了他们跟安息相处时的日子,不忍他再重复这样的痛苦,期望他过上正常人生活的他们,选择了自我了结,成全安息。 安息终于从他自己的世界里走了出来,我很欣慰,也很满意,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很渴望治疗自己。 所以幻想出了一座精神病院,也幻想出了我,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。